那我们接着来讲挽救计划 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到哪了吗 那就是人类发现了太阳附近不远处的一群颗粒 本来以为只是星际尘埃呢 但是发现这些东西能反射红外线 所以发现其实是一个弥散的物质 后来探测器采样回来之后才发现的不是尘埃这么简单 它是一群会动的小东西 是会动的生物 是活着的小东西 一个只有十微米 很小了 当然这肉眼是不可见的了 而这些东西呈现一种大量的 就吸收太阳光度的这个情况 按照这个趋势来计算的话 20年之后地球得到的太阳光度会下降5% 也就是等于如果你不管它 你怎么放任它 那以后地球就会迎来冰河时代 那生物会大灭绝的 人类就完蛋了 可是要怎么干涉阻止这种现象呢 那就是通过后来瑞恩格雷斯博士的研究呢 就发现了这种 就暂时把它命名为了弑星体 咱就说弑星体这种小东西 它是能繁殖的 而且通过人类也能繁殖 这给他们足够的热量 就能快速繁殖 那后来联合国成立了一个整挽救地球的项目组 也就是万福玛利亚计划 项目组的这个主管名叫斯特拉特 抱歉上次我说错 我说成斯特拉斯 其实这位女士名叫斯特拉特 欧洲人荷兰籍 她坐视雷厉风行 拥有很高的这个权力啊 可以随时调用军队和各种机构的人员的 那毕竟这事涉及到拯救人类 她承担的责任本身就很重大 各国都会给她的这个计划开绿灯的 是这么一个人 而这个计划进展到后半部分啊 这个瑞恩格雷斯博士和万福玛利亚计划的 这个项目主管斯特拉特女士呢 又来到了日内瓦来参加这个欧洲那边的一个计划会议 遇上了这么一个技术瓶颈 什么瓶颈呢 就是因为早先在航母上 一直是用这个核反应堆来产生这个热量未养实行体 繁殖他们的实行体又吸收热源才能繁殖嘛 于是这个热源吸收到最后 这感觉这个核反应堆供不上了 其他的团队也都在繁殖 那繁殖速度很慢 那格雷斯博士本人也在搞 他自己繁殖了六克出来 六克啊 你想数量就很多了 大家还记得吗 上次我们说一只实行体 他才二十匹一克 一匹克等于万亿分之一克 那六克那岂不是等于几百万亿个实行体了吗 从一百七十三个他自己就搞了几百万亿个 那也够厉害了吧 可是按照项目组的原本计划来看 这还远远不够啊 还远远达不到这原来所预期的产量 而当格雷斯博士问斯特拉特女士的时候 斯特拉特只是含糊其词 那他好像也没有办法让航母上提供更多的 这个核反应堆的能量 也不能让他的功率变得更大了 于是在这个日内瓦会议这边 就除了他俩这个会议室里 还有一个名叫这个洛肯的挪威女科学家 这个洛肯呢 他就有点不太瞧得起格雷斯 首先他还真看过格雷斯那篇论文 就认为完全胡扯 就认为这个生命的进化 怎么也得也需要水啊 怎么可能没有水呢 还有啊 就是这个洛肯博士发现 这个万福玛利亚计划有个重大的缺陷 他就说 我要说错了 你们可以指证我 但是你们别生气啊 首先万福玛利亚号上 就必须具备一个完整的实验室 你得具备研究的条件 你才有去鲸鱼做套星的必要 否则没必要 你光让几个人去 你都没完整的设备 没有完整的实验室 你何苦来的呢 那不是白白送上几条性命吗 斯特拉特点头说 哎呦 您继续 他说 我列出了你们需要的这个设备的清单 于是他就拿了一张 已经打印好的文件 人早有准备 人就说至少你们要在飞船上配备 这光谱仪 DNA测序仪 显微镜 化波器 器敏 等等等等 好一大堆都给列出来了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设备 可是凭我们目前人类的技术 都无法在太空的这个零重力的环境下使用的 那什么意思呢 你戴上去没法用啊 你在太空中 距离地球十好几光年外 你怎么让飞船拥有重力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你怎么解决 怎么办吧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人类的人工重力可还一直处于这个实验阶段 或者你要制造一套 可以适配零重力的全套的实验设备吗 这就更别想了 更难 你还不如把重心放在制造重力上 就不说别的 光一个零重力的电子显微镜 就够你们喝一壶子了 你研究一个试试 那都是不可能的呀 况且清单上这一大堆 你一个一个来嘛 这说到这儿 他们仨又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啊 洛肯就说 除非你们制造一个可以产生重力的离心机式的飞船 用离心力产生重力 但是这得是多复杂的构造啊 这个是否会超出人类现有的技术范围呢 斯特拉特想了半天就表示 我们不想把这飞船设计的太复杂 这会增加风险 但是洛肯还是说啊 这绝对值得冒险 毕竟没设备 你们就没有必要去 没设备 你们就什么都干不成 那一想也是啊 那他说的是有很大的道理 那这个飞船该怎么设计呢 总之来说 这个万福玛利亚号吧 看来得增加配重了 但是呢 因为目前为了保证 两百万千克的世兴体 有足够的能量推进飞船呢 那配重方面就即便是能增加 也绝不能增加的太多 这时候洛肯博士就拿了一个图纸啊 就说哎 你们看我设计的怎么样 这个设计图 它是这样的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小说的这个插页有这幅画 那就是说啊 就宇航员的生活舱 也就是工作区域和燃料舱中间是可以分开的 能分离 飞船能设定两种模式 一个是推进模式 一种是离心重力模式 中间有一个支撑那个伸缩杆 那种感觉啊 但是这个整体结构吧 必须得足够结实 不然绝对废了 上了天就彻底就会爆炸 因为它必然需要经常的反复切换 这个推进器 你虽然不用一直开着 但是为了调整飞船 你时不时的恐怕还是要开啊 随时的开了关关的开这种感觉 这个结构强度 那就代表必须要足够高了 两人看了看这张图 然后又看了看洛肯 确实 燃料舱后半部分的重量 它是这个船员舱的三倍 这一定能产生和地球重力 类似的重力 这两个舱是通过一种这个柴龙纤维缆绳制作而成 是这么一种材料 相隔一百米 等于是船体到时候会分开成两半 这中间两根这个缆绳牵引 然后开始在太空之中高速旋转 就是利用离心力产生模拟地球的这个重力嘛 就能够符合太空实验室条件的重力了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设计啊 关键就是还是要看缆绳了 所以选择了柴龙纤维 这种东西就是目前人类公认的最结实耐造的一种超级纤维 21世纪的无敌纤维啊 它的化学成分叫做巨队本称本病双恶座 是日本东洋坊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纤维 美国航天局也承认它有着相当优异的力学性能 看来这个太空计划只能靠它了 能够让这飞船就有相当的可靠性啊 斯特拉特问格雷斯的意见 格雷斯想了想也是说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行的 是个好主意 但是呢我们的飞船最好能承受1.5G的重力 这种重力至少要能够连续承受4年 所以呢按照洛肯的这个设计 飞船的船员舱到时候被柴龙纤维牵引 并跟主体分离之后它会旋转个180度 让船员的地板朝向离心力的方向 这样地板就能保证是地板 不会让大家的头顶产生重力 这还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啊 但是这已经是这个可以免去设计全套零重力实验设备的繁琐了 那况且就算你把整套适配零重力的设备 一年之内都给它研发出来了 那必然也是测试不充分的呀 你带着这么一大堆测试不充分的新设备 这么精密的仪器去到太空 万一用不成那不毁了吗 所以还是用我们现有的吧 经过多年考验的这个实验设备那是最好的 洛肯说行 既然你们同意了我这个方案呢 我就马上把设计图纸发往联合国 斯塔拉特就说不用 这里我就可以排版了 我说了算 现在我同意按照这个方案设计 于是他们三人就在这个条件之下 在日内瓦决定了万福马利亚号的最终设计方案 是的 万福马利亚号将来太空船的这个本身就将是一台离心机 改变形态就能产生重力 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格雷斯又被叫到了那个之前的航母上面 这里有一个实验室内刚制造完成 可以利用试星体作为燃料的引擎 所以现在格雷斯手里一共才八克试星体嘛 斯塔拉特女士呢 需要他先带来两克来实验引擎 研究引擎呢 是一个名叫这个迪米特里的俄罗斯工程师 他这个人非常热情 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真空室里面 这个屋子挺小的 里面的技术人员刚出去 也都是俄罗斯的科学家 真空室的入口一关闭 这里就跟外界完全隔绝了 室内的平台上还有设备 迪米特里也就指着桌上的一个貌似引擎的东西 他有一米多高的这么一个圆柱体 就说啊 这东西叫旋转驱动 内部是真空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型机 实体引擎在远处的这个停机坪附近 待会我们点燃它 你们就能感受到它的效果了 他指着原型机的一个开口 就说往这个里面就可以加注燃料了 也就是说往里面灌四星体 平时四星体都在飞船更大的这个燃料舱里 燃料舱开一个小口 从某个通道灌到这个引擎的里面 它引擎内部有一个可以发射这个微量红外线的这个吸引装置 四星体们看到这种光芒就会被吸引过去 灌进去之后 在调整角度旋转120度之后 继续就是这个增强里面的这个红外光 让它往红外光的方向 往反方向猛飞啊 飞行的时候 他们这小东西的尾部就会喷发出动力嘛 所以你得让它往反方向飞 尾巴朝后 尾巴朝我们想让它喷射的方向 就能成为飞船的动力了 这种光被启名为佩特洛瓦频率光 是的 这样一来 飞船就可以保持固定的推进方向 其他位置都不会被四星体的能量所损坏 还能控制红外光的强度 调整它们的推力 喷射完能量的四星体会处于饥饿状态 好多天不进食的话呢 就会饿死 于是它们的尸体也会堆积在这个推进器里面 所以推进器内部还得专门有一个用于清理尸体的橡胶 就像一个刮板似的 这东西能把废弃的这个废弃物啊 全都给刮出去扔掉 但是最后迪米特里就问斯特拉特女士 就说 哎呀女士 这航母附近最近的陆地它有多远呢 斯特拉特就说啊 大概有300公里吧 他说那太好了 为什么说太好了呢 要近点呢 他说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这个距离挺合适 我们开始见证科学吧 说完它 果断按下按钮 马上用刚才那两颗四星体 投入到了引擎当中 然后就听见停机屏的远处的实体的 这个实体机的引擎 突然爆发出了一阵闷响 轰一声 但是轰鸣了一阵就结束了 然后他打开电脑 用这个程序计算了一番 然后说这两颗燃料会产生六万牛顿的推力 这个计算结果 他马上告诉了其他的这个俄罗斯的同事 于是电脑视频那边的一帮俄罗斯人就一起大喊 太太鸟咪了 万岁 六万户了 这种意思 是啊 就是因为所能产生无比巨大的推力 所以刚才迪米特里才问的距离岸边城市有多远呢 怕误伤啊 这玩意真的很恐怖啊 斯特拉特当然不太懂这层含义 还问格雷斯说 这力量很大吗 格雷斯现在听了之后已经快下场了 也没回答斯特拉特 只是迈上前了一步 轻声的问迪米特里 就说 你说六万牛顿持续的时间是 他说 对 六万牛顿持续了一百微秒 格雷斯就说 我的老天爷呀 就用这么一点小东西 我想亲自去看看结果 说话 他就想离开这屋 跑到停机坪那边去 被迪米特里一把给拉住了 他说 等会儿朋友 你现在还不能出去 外面很危险 你看 他指了指这个外部的这个监控探头 发现他们所在的这个真空室 外面 这一层的金属外壳都被融化了 外壳可是提前布置了一千克的这个金属胶的这个吸热挡板了 结果全都给烤花了 迪米特里说 是啊 现在18亿胶耳的光能正在释放出来 所以最一开始我们才在真空室里面呆着呢 这就是爱因斯坦智能方程的最好体现 质量百分之百的转化成了能量 100微秒就融化了整整一吨的这个金属硅呀 然后格雷斯就问 那你刚才用了多少实星体 迪米特里说 我粗略计算了一下 也就用了20微克 是的 一共有两克 所以用的量不算太多 格雷斯说 那剩下的还能还给我吗 斯特拉特就说 你别这么抠门 你得给迪米特里留下一些做时间 你别太贪心了 好吧 格雷斯又问 你这个原型机才一米多高 那真正的引擎 也就是停机坪那边的那个尺寸 它有多大呀 他说 跟这个一样大 我们才不会把它做的太大呢 那样不安全 啊 格雷斯说呢 你意思是说 将来万福马利亚号上所用的 这个恒星计飞船的引擎就这么小啊 他说是啊 但是可不止一个 我们会制造1000台 准确的说是1009台呢 原来是这样 那咱们一想到说 推进的动力一定 那就足够了 那大家的想象 现在就马上飘向了不远的未来 最后格雷斯就问 那如果你刚才把所有两颗的弑星体 都激发了 那会怎么样 迪米特里耸耸肩膀就说 那样的话 那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蒸发掉 哎 连我们现在所乘坐的航母 都会被炸的一个渣都不剩 你就尽情想象吧 这哥们想了想又说 嗯 他大概能引发一场小型海啸 不过还好 你们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最近的城市 得有300公里的吗 所以其他的人不会被捂伤的 好吧 这东西太危险了 迪米特里还笑着拍了拍格雷斯的肩膀 就说 哎 别担心朋友 如果真发生那种事情的话 我升天之后到了天堂 可以请你喝酒 哎 你觉得怎么样啊 不是 这有这么安慰人的吗 很快啊 发生了一些事情 场景呢 就来到了这个 华盛顿西区的联邦法院 现在开庭了 万福马利亚计划的主管斯特拉特 成为了这场诉讼的被告 其实是整个万福马利亚团队都被起诉了 原因就是很多世界知名的团队 认为万福马利亚计划 非法窃取了很多技术专利 直接拿来用了 但这才刚开庭 斯特拉特就直接站起身来 就说我请求驳回 法官说 女士 我们还没到这个程序 他还是站起身就说 我可没时间跟你们扯皮 我来这完全是走过场 还给你个面子 那我想告诉你 我们正在做一件拯救人类的计划 十万火急 六名宇航员都冒着生命危险 在配合我们做实验了 所以你们 全世界的任何科学团队 都得无条件的 把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现在在我们只要需要的时候 立刻提交给我们 美国总统已经通过 美国司法部给了我优先赦免权 很快呢 这个法警就递上来资料去给法官 法官听得直迷惑 看听了 原来他说的一点都不假 说完斯特拉特 直接收拾电脑带上包 这就要走了 法官就是女士 你还不能走 说话呢 这个法警还想上去阻拦他呢 但是斯特拉特身后 马上站起来 五个绑大妖元 身穿军装的武装人员 簇拥了他 哥五个直接扒了开法警 照样出去 保护着斯特拉特 离开了法庭现场 最后斯特拉特临走之前 回头就说 对不起 我用美军保护 你们多见谅 好吧 就是这么牛啊 几乎到了无人能阻挡的地步啊 对了 之前我们不是说 光靠一艘航母上的核反应堆 来制造实行体 他太慢了 满打满算 他制造了八克 那还都得省着用呢 那距离两百万千克 可差的远呀 于是最近 有了一点新启发 斯特拉特呢 和格雷斯 现在去了一趟新西兰 来到了新西兰 安全级别最高的一座监狱 奥克兰监狱 来这里干嘛 来这里看一个犯人 这个犯人 因为贪污罪和过失杀人罪 被关在了这里 名叫罗伯特瑞德尔 为什么要戴上格雷斯呢 就依然是因为科学问题 他们要跟罗伯特瑞德尔 就是这个 谈论关于太阳能热电的 一个技术问题 这个罗伯特瑞德尔呢 他就是一个 太阳能热电的工程师专家 只是他有毒瘾 这赌博呀 这有一次 这个毒瘾犯了 贪污了几百万美元 全拿去堵成给输光了 我们还是来说一说 这个瑞德尔的专业 到底干什么 他这种太阳能热电厂的原理 就是找一片空地 光照充足 几百面可以反射 太阳光的镜子铺满 聚集反射到一座塔上 这几百平方米 同时聚焦到一个点 那就能够有提供很高的热量 先加热水 然后推动这个气轮机运作 这个瑞德尔以前的工作 就是作为热电厂的工程师 去非洲帮当地制造电厂 但是呢 当时有七个新西兰工人 经过瑞德尔的指导 来到了电厂塔顶 那个金属骨附近 检验这个泄露点的时候 这个还是得解释一下 什么是金属骨啊 所谓这个金属骨 就是一种钢或者是铝制造的 这个圆柱形的金属容器 里面不一定是放水的 可能也是其他的溶液 总之温度非常高 有时候会这个 扶持泄露啥的 但是几个工人在塔上的时候 没注意整个一平方千米的镜面 都在聚焦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启动设备 当时一瞬间七个人就都被融化了 而发生事故的时候 瑞德尔正用贪污来的钱 跑到这个摩纳哥度假去了呢 就在那边把钱全输光了 这哥们 拿着几百万美元 痛得快快玩了三个月啊 那真是玩的最后一分钱都不剩 也玩嗨了 回来之后直接进监狱了 斯特拉特就说 那看来假如你没贪污 再好好的去到现场工作 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他啥都没说 承认是这样 那这次来找瑞德尔呢 当然不是来专门嘲讽他来的 主要是因为这哥们一辈子都在 类似于核电厂啊 火电厂 太阳能电厂 这种能源领域工作 还是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和经验的 万福马利亚项目组呢 就以前一直是用这个核反应堆的 这个热量孵化实行体嘛 但是收效甚微 孵化速度不理想太慢 瑞德尔就说啊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了 你们现在一共孵化了多少有几颗呢 不管是多少 我能让你们将来每天收获一吨 天哪一吨 这个斯拉特和格雷斯以为听错了 他说没错 也就是说按照我的方法几年之后就能产出让你们足够万福马利亚号上所用的所有的燃料 因为我之前有项研究 利用一块金属钵通过阳极反应氧化让它变黑 当然用油漆给它刷黑了 那是当然不行的 必须用阳极氧化反应 再用这个透明玻璃覆盖它 玻璃和金属钵之间留一厘米的缝隙 中间的这个隔热材料呢 你们来选 泡沫塑料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优质的隔热材料啊都行 之后呢 黑色金属钵片 这个吸收的太阳光会变热 玻璃的作用呢 就让它跟外界空气隔绝 这种条件之下 热量散失的极少 平均温度轻松能达到100摄氏度以上 格雷斯承认 这种温度就足够给世行体补充能量了 但是格雷斯说 可你这样会慢的离谱啊 你这个金属 这黑色金属钵一平方米 在理想的天气条件之下 我假设你每平方米能产生100瓦的太阳能功率的话 那大概每天也就孵化半毫微刻的世行体 弹河一吨呢 锐德尔就笑了笑说 一平方米 不不不 格雷斯就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说大面积就行 说话他掏出手机来计算 说 我可算好了 你大概得需要两万亿平方米 才能一天产生一吨啊 你上哪弄这两万亿平方米土地啊 哪个国家能有这种地方和条件 锐德尔微微笑就说 撒克拉沙漠呀 它有几百万平方公里呢 那也就是九万亿平方米的面积 天哪 眼前的脸人都傻眼了 没想到他能说出这个地方 惊得合不拢嘴了 是啊 如果真的把整个撒克拉沙漠都铺满黑色的这个金属玻璃片结构的这种吸热材料的话 这一大片黑色的巨大面积将会在太空之中也能清晰可见 这么一大片黑板 是的 而且不用铺满 铺到撒克拉沙漠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但是即便如此 这也将是人类最大的创造物超级工程 斯特拉特问格雷斯说 这 这有可行性吗 格雷斯摇头说 我不知道 这毕竟是上万亿台设备的超级工程啊 我感觉这弹何容易啊 瑞德尔则是说 所以我才把黑板的材料设计成了玻璃金属钵和陶瓷这些原料啊 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地球上储备最丰富的东西 到时候也会放置一些磁铁 引导视星体群落的活动 吸引它们到滤镜附近繁殖 分裂之后再飞向吸热的玻璃附近 是啊 只有这种规模才能达到大量孵化的目的 所以说到这的时候呢 他们三个人都简单的畅想了一下未来 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么从这之后各大国家的超级工程都会开始加班加点的生产这种黑板 全人类都会齐心协力的共同完成这个超级工程 况且就算以后是星体孵化结束之后 这些电能还是能继续用于其他的方向的呀 于是斯特拉特就跟瑞德尔说 我现在会让新西兰监狱马上释放了你 你更适合实验室的工作 而不是在监狱里面蹲着 瑞德尔就说 真的呀 耶 我终于不用坐牢了 这哥们今天开始就能够获得自由了 顺便以后还能让非洲脱贫了 但是呢 现在科学界计算出了一个不太好的结果 那就是大概19年之后 人类会因为到时候的这个气候剧烈变化而数量减半 会有一半人死亡 甚至很有可能会死亡过半呀 至少会死35亿人 洛肯博士则是说 主要是因为某个疯子要建造一个巨大面积的黑色太阳能板 这直接会严重影响地中海附近的热分布 导致于到时候欧洲大陆会出现美洲大陆上才有的巨型龙卷风 其实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 地球上的气候已经变得越来越反常了 所以欧洲出现巨型龙卷风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况且十几年后还会有饥荒 到时候粮食产量绝对是不够的 供应那么多的人口 这供应不了的 结果就是会有大量人会饿死嘛 这些目前的主要农作物 包括大麦小麦小米马铃薯大豆都会大量减产 于是在会议现场斯特拉特就说 19年我们的时间可不够了 因为宇航员要去往这个鲸鱼座套星的话 往返来算至少需要26年 确切的说需要27年 那么人类最少要挺过27年才行 谁有办法让我们争取一些时间呢 他在盯着大家问 大家最后得出结论就是这样吧 我们温室效应不是让地球变暖了吗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玩命造吧 研发一种超级温室效应 更猛烈的让地球变暖吧 哪怕只增加个几度也行啊 也能让人类多挺过几年 没准真能坚持到27年之后呢 之后啊 这个瑞德尔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真的指导建造了一个超大型的 位于萨拉沙漠的世星体繁殖场 全球人类也算是 真是投入太巨大了 人力物力没少投进去 这个超级大工程真建成了 果然在太空之中都能看到一大片黑板铺在这一大片沙漠上啊 目前定期参加讨论会议的主要就是斯塔拉特 主角格雷斯 俄罗斯的那个引擎专家迪米特里 挪威的那个女科学家洛肯 还有一个新加入的一个名叫拉麦的医生 以及赌博成瘾的这个汤乌范瑞德尔 他们几个都被全人类看作是人类的救星了 所以每次出现在这个中国航母这个舰船上的时候呢 所有人都向他们投去尊敬的目光 而且现在啊 也正式已经选出了那六个携带抗昏迷基金的宇航员了 六个人分成这个两个队伍 三个人是第一梯队 其中一个是咱们中国的男宇航员 一个俄罗斯的女性和一个美国男性 这是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呢 一个俄罗斯的男的 一个俄罗斯的女的 还有一个美国女性 两个梯队这六个人是每三个乘坐一个飞机而来 这个斯特拉特设定的这么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 就是说啊 第一梯队的宇航员绝不能跟第二梯队共乘一个交通工具 永远都不行 这包括汽车飞机轮船 这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性啊 如果一旦意外导致于某人牺牲了 那就不至于全军覆没 毕竟不能让任何事故毁灭人类生存的最后希望了 候选人的确不多 千挑万选选出这么六个英雄 都是既具有抗昏迷基因 又愿意执行这次自杀式的任务的 又兼具很好的科学素养 能熟练操作各种的科研设备的 都是这么一些人员 而人员的筛选过程呢 其实是漫长而残酷的 过程很艰辛啊 的确很不容易 其实如果要是按照常规的这个传统方案呢 恐怕所选出来的人选 多数都会是男性 也不会有任何的亚洲面孔 但是呢 在这种残酷的选拔过程之中 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优秀的男性宇航员脱颖而出了 他叫姚丽杰 属于第一梯队 而且姚丽杰还是万福马利亚号第一梯队指挥官 这个人非常优秀啊 只不过不善言谈 严谨而沉默 从来不够言笑 第一梯队唯一的女性成员 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名叫伊柳西娜的年轻女人 她担任第一梯队的飞船工程师 学术造诣也是很深的 人非常热情 她见到斯特拉特 第一面就给严肃的斯特拉特女士 一个大大的拥抱 还说感谢你让我成为第一梯队的宇航员 感谢你选择我从事这项关键的任务 斯特拉特唯唯一笑 就说不客气 你的确胜任这个职务 伊柳西娜还说 我来为地球献出我的命 这也挺了不起的 说完脸开大嘴 大笑啊 太热情了 这个格雷斯都没见过这么热情的俄罗斯女人 还问迪米特里 你们俄罗斯人都这么疯吗 他说差不多吧 能够以这种方式赴死 那的确是俄罗斯人感到最幸福的方式 还有第一梯队的美国的学者也很优秀 这哥们叫做杜伯伊斯 是飞船的科学顾问 他拥有三个博士学位 物理学 化学和生物学 还有人比他更优秀吗 太适合做科学顾问了 当然第二梯队的三个人也没差多少 不管男女 都是有非常杰出的论文的 都是他们领域的天才 六个人迎着大家羡慕的目光 从停机坪走来 仿佛彰显着英雄的光辉啊 他们的确是人类的希望 这个杜伯伊斯 他认识格雷斯 还跟他打招呼呢 就说你是格雷斯吧 我认识你 格雷斯也说 我也很荣幸能见到您啊 您为人类做出这样的牺牲 真的我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太崇拜您了 杜伯伊斯就说 但是格雷斯博士 我听说您也有抗昏迷基因 说的格雷斯一愣 还真是这样 他们刚经过基因检测 所有人都检测了 的确发现格雷斯 也刚好有这种适合长期太空旅行的抗昏迷基因 这事格雷斯本人还是第一次听说 表示非常震惊啊 他看了看远处正说话的斯特拉特 杜伯伊斯说 那看来他们没告诉你 格雷斯就说 我也是才知道啊 可是为什么斯特拉特不告诉我呢 杜伯伊斯就说 我猜基因检测项目组 也只告诉了他 没告诉别人 看来他想为你保密吧 他也只告诉了很少的人 比如我 格雷斯就说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基因啊 我是有权利知道的呀 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这个时候 格雷斯一边跟他们说着话 内心有点窃喜 明明自己携带了这种适合长期昏迷 进行恒星计航行的基因 但是斯特拉特并没打算选他 进入万福玛利亚号去当宇航员 他觉得挺幸运的 因为他怕死 就算选他 估计他也多半会拒绝的 毕竟这个计划死亡的可能性太大了 宇航员第二梯队 其中有一个名叫安妮夏皮罗的这个女科学家 是个基因工程的科学家 她还发明了一种DNA简接法 这种方法呢 被称之为夏皮罗方法 她是第二梯队的科学顾问 在后续的工作之中 这个安妮夏皮罗和杜伯伊斯开展了一段感情 他俩成一对情侣了 但是他们不属于相同的梯队 不同梯队 最后总会有一方上飞船 另一方不能上飞船 那他就等于是注定要面临生离死别的一对情人了 所以时间很快 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已经来到了万福马利亚号的第九次火箭发射 是分批吧 属于万福马利亚号飞船的模块 先运送上国际空间站 再由那边的宇航员进行太空组装 最后飞船是在空间站上出发的 他们打算一共进行16次这种模块的运送 而这次运送的是包括这个驾驶座舱啊 实验室啊 宿舍模块 这些东西就是这次运送的目标 所运送的模块都是关键之中的关键啊 所以这个时候姚丽杰队长喝着德国啤酒 这个伊柳西纳喝着福特加 正在航母上的休息室里边观看直播 伊柳西纳还冲着电视大喊说 喂你们可别弄坏了我的房子 这对他所指的他的房子 就是万福马利亚号上的这个宇航员驾驶舱 杜伯伊斯也在啊 跟姚丽杰说 队长 我相信这次发射一定会成功的 姚丽杰只是简单的说 嗯 没再说别的 他始终不够言笑 伊柳西纳还问 哎格雷斯 为什么斯特拉特不来看这次发射呢 格雷斯说 他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 他关心的是 是更远的问题 杜伯伊斯就说 哎格雷斯 我觉得斯特拉特对待你的方式 总是有点特殊啊 在他的眼中 你是很特别的存在 我一直以为你俩有一腿 就是背着我们搞对象呢 格雷斯说 你瞎说啥呢 你疯了呀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要不要复盘一下 我怎么可能跟他 这帮人就说 哎呀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 你是这个项目的二把手嘛 因为斯特拉特走到哪都得带着你啊 都会问你的意见 他很看重你的意见的 啊 这么一想也是啊 经他们这么一说 这格雷斯自己也被整迷糊了 然后一直一言不发的姚立杰也说了一句 嗯 你的确是二把手 好吧 这事还真是给坐实了 挺有意思的 那说正经的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 就之前我们不是说过 这些人注定去往鲸鱼座套星的旅程 他是有去无回的吗 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讨论人类还能存活的时间的这个时候 斯特拉特把飞船返航的时间也计算在内了 那也就是说 这飞船是会返航的 人类需要扛过27年嘛 那么显然去到金鱼座套星的三个成员 所需要的生命维持系统 包括食物是绝对难以坚持到返航回来的 那为什么当初还在计划这个返航呢 难道是说让空飞船返航吗 当然不是了 万福马利亚号所携带的燃料 也不足以返航 所以这时候 他们实际上是设计了一种小型飞船 把这个小飞船给返航 这个小飞船起名叫做甲克虫号 这种小飞船体积很小 可以仅靠125千克的弑星体燃料 就走完十二光年的全部旅程 而且还不用考虑推进力度的问题 万福马利亚号 他最多给到1.5G的这个推进力度 因为人体承受太多重力的话承担不起的 而这个则不同 完全可以给到他几百个G的推进力 这样十二光年也就是20多个月 那就回来了 当然这是甲克虫飞船自己的参考系 对人类来说 他还是要经历完整的12年的时间 他能以0.93倍光速返航 非常快的速度 刚好甲克虫乐队还有一首歌叫做回来 真是寓意很好 发射之后 发射之后 整个地球的人类都会期待这艘伟大飞行器的返航 那么好 这次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距离万福马利亚号发射也越来越近了 我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